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创立投资俱乐部 我发现明镜与点栏目 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候踹你一脚的作用 我为什么信他 我因为他会为我造型 而另一方面他事业比我宽化 我因为这是partnership的最核心的环境 你别看他外表的大脸脸 其实他内心是一个非常会关心的朋友 另外就是他对利益没有看得最重要 所以有这种心态的话 很容易会交到很多真的朋友 2010年 一家名为中鼎的投资机构诞生了 主要创始团队 除了严厉和梅志明满 还有汤涛 尹俊平 朱英春 文中和剧 朱鼎 五人诺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一帮朋友剧一起 做些事情 将来又变成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理念 是一个平台 事情可以把人连在一起 一帮兄弟聚在一起 又做点事 你不能做孤独的登山者 文中而聚 注顶为诺 这支自视为街头篮球队的基金团队 自此开启了他们一段进化的故事 创新的这种时代背景时下 这两年的股权投资应该是市场空前的繁荣 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出发就遇到了全民披衣的热潮 你没有硬和杂志创造 一直拉关系找机会 当时我们去青海看那个做酸奶的公司 就是因为喝酒认识且家 然后玩了也是喝很多 二楼的平台上面喝酒 平台有个木的栏杆 探陶往后一靠 结果那个木的栏杆不结实 然后人就刷下去了 那天晚上是挺难受的 大家把个眼力就哭得很难受 经过这一事件后 团队所有成员都陷入了沉思 我们怎么样构建建立一个持续有生命力 同时受人尊重的投资机构 刚成立时 中顶也走的是机会型投资的路线 但八个月后 中顶团队经过激烈的讨论后 决定改为重地模式 努力开辟自己的一块根据地 聚焦物流 第一个决策是物流是不是聚焦物流 这个决定就很难 这个是当年决策 开始生死了 这个时候是生死团念了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只有赢 赢了我们才会有 别的东西 从此中顶团队在物流领域学习 进化 攻下第一战场 聚焦的选择 让中顶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同时中顶也意识到 要保持适当的宽度 因此开始向工业上下的拓展 积累能业的知识 还有资源 会不断地变成你的能业的壁垒的 就像一个老东一样 一抓回来 一本就知道 这东西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好不好 它的物流中 误出来了很多的道理 都很多的这种能力 可以逐渐延伸的 就是这波人不断地在创新 不断挑战自己 如何找到一个适当宽度 内在还有相互关联 未来还很活跃的地方玩 where to play 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构建了一个 从商流到武乐到信息流的 一整套互相关联的 B和C系统关联的 这一套的系统 很快 中国经济进入四万亿厚的调整期 全民PE泡沫破裂 市场进入了残酷的洗牌期 同时 这支街头篮球队的内部机制 又暴露出问题 团队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 严厉是厨师 其他都是切菜工 到后面就发现 所有的压力都在严厉身上 而其他人也没有自主创造性 他们发现 每一场比赛 都是严厉在打主攻 他是这支篮球队 唯一的主攻手 如果那样的话 我一定会抱怨他们 他们一定会抱怨我 而且你离开了整个终顶的初衷了 第二年来来我们做一个痛苦的选择 让我们还没进入手的团队走向市场 我在背后支持 逼迫了团队在市场进入 花了三年时间去磨练自己 从此 严厉退到后面 一边做防守 一边做助攻 还负责做教练 协调团队作战 帮助大家成长 这是钟鼎在发展历程中 最为重大的选择 压力是团队进化的动力支援 我们当年斯通一达 他被投了一个多级配 我跟我的人生里头 有巨大巨大的那次失败 我们对商流不懂 其实斯通一达是伴随着 这个电商的发展发展 但我们对电商的这个趋势 对未来能做多大 其实没感觉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胆下 经济在滑坡 团队那时候我正在组织结构调整 安全是我第一个选择 现在回想起来 越他们追求安全了 可能越不注意 此时的钟鼎 已经意识到 物流的变化 驱动因素不在物流行业 而在消费端 于是草根出生的钟鼎 利耀当时身处一线机构的两个伙伴 前来加盟 这几个合伙人嘛 每个人都活出了自己 每个人都让自己内心的这种东西得到释放 而这种释放 这种兄弟的意气的这种释放 我觉得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不是一般的这种美元基金的GP团队 他们呢是就是完全是创业者的这种 能够把自己的命都搭上的这种态度和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帮人肯定能成事 至此 这支篮球队更加壮大 也更具实力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站位 相互配合 攻守兼备 这个世界看着景色都不一样 但是每人得到的就是不一样 不要急犯罚 就是该它能破的 每一次中共的内部会议 都是一个分享与顿目的过程 在这里 他们享受着更自由的心 追求着更好的自我 大家都要用脑 拼脑 拼心可能对了 反正都是土嘛 眼里也拼土的 不是本分 我拼到土里面 老人修嘛 修啊 你做个修别 我老修别人 出来不修 江湖团队 批评 在中顶内部 是一种常态 人力跟团队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批评 跟自我批评的一个机制 他们互相那个 自我批评跟批评 那个道道道路 这是确实是狠狠的 那个时候 其实中顶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 第一个支持集齐的人 是个特别 long term partner 就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我都是愿意就是觉得他们是一辈子很好的朋友 所以把生态的价值 把利润清除 你协同体系这家里起来 你就综合在一起 你就寻求价值最大化 这是不变的真理 在这一理念下 美国物流行 日本消费型 闭门沙龙 头脑风暴等等 中顶的众多头后产品 和敞开心扉的LP大会 正在成为众多生态伙伴 真诚对话的重要平台 我们虽然主头不是中顶 但是呢 中顶是实实在在地 能够给予钱以外的 共多的这种支持和帮助 其实我得到最大的那种幸福感 是别人对你的相信 我发现这种相信的力量 使我直接感到巨大的犹豫 同时我感到陈天天的责任 你一生积累的财富就那个信 上市的时候 严总追见盘突出 他坐着轮椅 跟我一起去北京做一些沟通 我非常的感动 没有中顶啊 就没有富朗斯的今天 不管是在战略抉择的那个艰难时刻 或者是在战略时事的敏感时刻 我们都要给中顶打个电话 使得一个安心 中顶有个理念 懂你爱你帮你 我希望成为最懂企业家的投资人 最能帮助企业家的投资人 中顶能合伙 就是他的这种成长和进化 速度也非常快 员工如果不成长的话 真的是要被淘汰的 从一个街边的篮球队 然后打成了这个NBA的这个职业选手 我觉得靠的就是一边学习 一边领悟 然后一边总结 然后让自己不断地上一个新牌阶 就是这个时候该你上 你就得上 该你打主攻的时候 你就得打主攻 该你打掩护的时候 你就得打一样 真的是这样就像大栏球一样 所以我们是挖掘扶持和陪伴 团队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总理是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来印证我们的一个理念 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截至2019年底 130亿管理规模 从第一期单期规模2.5亿 到第五期基金本卖币 单期规模75亿 十年增长了30倍 130家企业 15个独角兽 构建了一个 供应量家的完成生态 终顶这支原来的街头篮球队 一路进化 走到舞台的中央 Lin puts it up Bang! Lin's factory Bang! 你用你的心去感受未来的趋势 你用心去感受企业家精神 我希望我们超越这个状态 做一个真正自由的心 去自由地做自己的作品 而希望一个有互补的 有赛化的篮球队精神的一个团队 我希望我们终顶给这个产业 效率提供一些价值 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感 让你跟你的生态之间和我们相处 互为价值 这才是我想到的未来的选择 如果我是一个85分的人 那我绝对是有这个责任 去帮中顶再找到更多90 95分的人 我们真正的一个理想 就是我们是传给下一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顶 我们几个老友 给出一个流利 中顶当年我们抓了 而那些人都是我们收获同利 而他们未来 他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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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思想多牛逼 你老是睡着牛逼 喝着酒 这种感觉 手上的 跟孩子一样 十年磨一剑 终顶长久远 过去十年 我们一起携手走过 希望未来能够共同一起进化 恭喜这十年 取到了这么大的成绩 可以说是非常的注目 但我觉得这些成绩 实际上都只是刚刚开始 既往不练 重情向前 祝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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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顶资本 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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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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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